时隔两天虽然脸部已经消肿 但是眼睛四周依然淤青 20岁的被害人不敢想象 自己竟然被国中同学殴打 脏一群人围殴还被强行带走 甚至连自己花了十几万的二手车 也被这群扼杀直接开车冲撞山壁 想要制造出自撞的假象 全都被警方试破 事发在新北市汐止 24号的凌晨一点多 远警巡逻时经过潜伏路 发现一辆轿车冲撞山壁 车窗被砸破 而且大灯引擎全都没关 实在太诡异 虚线DW监视器发现车上两人被强行掳走 警方一小时就找到清明嫌犯 和被害人立即控制现场 其中被两名远警驾驻的 就是这次的真性主贤 而他也是两名被害人的国中同学 这回他们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要向另一名被害人的家长讨钱 说他们的大儿子欠债 要他们会十二万五千 下的这对父母不敢报警 好险最后嫌犯被警察逮住 而这回被害人很无奈 说自己当天下午被拦车 自己只是跟着要去询问原因 没有想到遭到包车算计 好险警方积极办案 结束这一场惊魂 TV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